今年4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向进口的钢铝产品实施加深关税。 这一政策已经发布,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一众国家纷纷表达不满,其中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只是很可惜,大家的怨言打不动特朗普那铁石新城,这一政策最终落地实施,作为应对,各国都纷纷针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深关税,继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这不俄罗斯的决定也来了,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经济部长马克希姆奥列实施表示,将计划三年内对美国进口商品加丁8760万美元的税收,后续三年将继续加征5.36亿美元的税收,以免不美国随意加税,导致俄罗斯出口的损失。 其实在上个月,俄罗斯就曾经与欧盟、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一起向世贸组织,就美国加征关税一时进行申诉,要求美国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定,取消这一不合理的措施。 美国此次加征关税好似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虽然欧洲各国一再表示不希望将此次的贸易争端扩大到贸易战争状态,但是各国为了自己的意义,都采取相应的增加关税政策,也导致贸易壁垒逐步加强。 这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蒙上一层。